因為他預設是當workbook open的時候 這個世界open的時候做什麼事情 那因為我沒寫不用理他 這個可以把它刪掉 那你去找一下SHITS SHITS就是工作表被改變的 被改變了 那當他被改變的時候 會發現 就是當這個工作部被改變的時候 然後他會傳進來幾個 一個是什麼呢 一個是SH SH應該指的就是一個工作 哪一個工作表 第一個 第二個傳進來就是target target就是說你是哪一個 target這個應該算參數啦 或者叫引述 指的是什麼 指的是哪一個range range也可能是一個儲存格或一個file 不過這個通常是指的是一個儲存格 所以我們只要這樣寫啦 如果target 寫法是這樣 target點address 就是說 那個儲存格 如果等於是f1 f1就是月啦 點address 表示說 他點的改變的位置是f1 或者是c1的話 這邊一定要加一個點address then call 清楚 call清楚的意思就是說 我們不是有個sub嗎 那個sub如果是public 就是公用的話 那你不是去把那個清楚叫出 這樣就點清楚的意思啦 然後call換連理 所以呢 他會先把裡面的字號清楚 因為你如果不清楚的話 你知道也許下個月的下一次點的那個月份的位置不一樣 可能會殘留 所以特別是一定要先清除 再去執行什麼 萬連理 這樣就ok了 所以 做完之後 點下去 有沒有 他會先把它清掉 然後呢 再放新的月份 所以你會把你點來點去 OK了 沒有問題了 大概是這樣子 所以這個是最終的 那所以 幾個重點 剛剛的部分就是多了一個這個 就是 SHIT 就是說你點選他的時候 他會自動去變更 那這個部分我再把重點講一下 就是說在 記得喔 1 記得在這個list workbook 可不可以嗎 在你們的專案裡面 一定會有這個東西 請你把它點兩下 打開來之後的話 再去改什麼 改這個東西 SHIT SHIT CHANGE 對 這個叫做一個事件 那所謂事件就是說 當你某個動作 被執行的 比如說你按個按鈕 按個按鈕就是CLICK 它是一個事件 那這個事件呢 就是裡面有東西改變的話 那哪一個改變 就是 它會傳過來告訴你說 到底是哪一個 F1或C1 那你就去呼叫 你的清除跟萬年0 陳氏就寫完了 OK大概是這樣 把畫面最後再還給各位一下 OK 這個也是同學問到的 因為之前也是寫到 大概前面而已 那同學就問 老師那如果那個怎麼怎麼做 那就剛好我就補充一下 所以像一個 一個範例 就是因為這樣 就是利用這樣的方式 不斷不斷在補充 所以會讓它更完善 你們可以利用這裡面的一些方式 學到一些 學到一些東西 反正這些方法大概就是 大概累積累積累積 那你如果累積的資源越多的話 那將來你可以套用的地方 也就越多了 OK 好